隐瞒13年,林志玲含泪曝光分手的真相,怪不得严程序始终不愿提及。 说起林志玲,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甜美的声音和修长白皙的大长腿,她的气质清新脱俗,被网友称作台湾第一美女。 众所周知,林志玲是模特出身,2007年因与梁朝伟合作,是必,而正式进军影视圈,后凭借清纯尽力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,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不过,林志玲在娱乐圈的说服力,不仅局限于她的演艺成就,还在于她的人品和才华。 不过,双伤爆表林志玲,也会在爱情路上栽根头。 她和严程序的恋情,可谓是轰动一时。 记得林志玲不小心摔断了胸部六根肋骨的时候,严程序就不顾公司的阻挠,私自去看望了林志玲。 不过,她俩还是没能走到最后。 话说回来,林志玲和严程序的这段恋情也是分分合和长达五年,直到2005年才分手。 分手后,严程序把林志玲放在心底,林志玲同样也没忘记过严程序。 可见,她俩真的爱得很深,可惜家人及世俗不能接受他们两个在一起。 确实,当时林志玲和严程序的这段姐弟恋被曝光之后,就被许多人不看好,严程序的公司更是百般阻挠。 后来林志玲也含泪说出了分手的真相,很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不同意,但她不过是在保护严程序罢了,难怪严程序始终不愿意提及。 对此,就有不少人表示很心疼林志玲,如今她已经43岁了,却还是单身。 不过,正如赵川所说的,有些人错过就错过了,没必要再追究,终究是没有意义的。 确实,我们一生,总会错过了自己认为的那个对的,有的人还在那里等你,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,赵川在,现在就告白3的点评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 在第3期中,就有一位勇敢向15年男闺蜜表白的女生,最后男生也承认自己爱了很久,只是一直不敢说。 所以说,爱情到了就应该珍惜,不要爱到分才显珍贵,很多人都不懂珍惜拥有,直到失去才看到,其实那最熟悉的才是最珍贵的。 别像严承煦和林志玲一样,明明互相深爱,却不敢说出口。